白的粉条大家都吃过 但是这娃娃菜就等条您吃过吗 今天我来教会大家 准备两个娃菜把根部去掉 用手把一样大块这样才好吃 准备用门水提前泡软的红薯粉条 锅中烧水下入娃娃菜 把娃菜汤子一本种捞出空间水分 起锅烧点油 放上葱花 干辣椒段炸土香味 做家常菜 放点食材特别提面 放入好油 酱油 炒香 下入炭好的娃娃菜 大火给它面炒几下 加入两勺的清水 放点老抽给它调个颜色 放入盐 紧紧 炒香 下入泡好的粉条 中火给它炖粉种 再让它更加乳味 带到一半 我又不见了你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你把你拼几分 用这个东西两下 贴死了 最后放入蒜蒜皮味 大火半小均匀 华菜你就这样做 它好吃就乳味 真香 赶快收尝试铁给家里人姐做一份